那個報告委員會在廖國當委員 發言之前 這個我們今天會議 延長到處理完 幾分 這個還是八分鐘 你是處理全部的時間是嗎 不是個人的時間 十二分鐘好了 那你發言完了 這個全部發言完了 我還會再請你來發言 個人可以延長嗎 可以的 延長 延長 謝謝主席 好 那個 我不能跟孫主委說好久不見 因為你剛上任 那現在就請你上座好嗎 廖員好 主委 不可以 因為我們是清晰 我就少問你一點 那我想在這裡 問幾個非常關鍵的問題 當然你們今天是做業務報告 但是我要把焦點 仍然放在莫拉克颱風之後的這個 緊急的安置 跟重建這個部分 那麼就安置 我想我們到現在為止 應該看到政府有用心 也都做得非常的好 那我們也看到你上任之後 封城普普 這個不為天寒 不 天熱 直接到災區來做了很大的一個 對災區的心靈抚慰的一個工作 這個我知道已經贏得很多的掌聲 不過我今天看到你們的報告以後 關於重建 因為這個預算又重新退回會裡面 然後再重新編制 當然編制沒有什麼很大的差異了 聽說 不過就重建的細目的部分 您能不能簡單說明 你們的報告裡面 我並沒有看到那個細目的部分 你們重建的細目能不能簡單說明 還是已經什麼時候可以做完 報告員 這個細目的部分 我可不可以請我們的會計主任來說 可以用很短的時間 因為時間不多 很短的時間 大概你們怎麼分配這個 或是細目的重點是什麼 分路委員 我們 是有那個 水管 維生管線 維生管線這個部分 編列了差不多5億多元 那另外就是聯絡道路 聯絡道路的那個維護 有38億8千萬元 那另外就是基礎的 排水巷道這些水土保持 社區營造的有7億3千 五百萬元 那另外就是 產業的那個重建的工作 我們編列2億4千萬元 那個主任 你現在講的是大象的 大象 我要知道你們的細目 我跟你講齁 你不要再說下去 大概你給我說面齁 那主委 我們比較怕的是說 如果你現在都沒有細目的話 就表示連概算都談不上 你們現在敢提出75億 就表示我很清楚知道我要做什麼 如果連這個細目都沒有的話 你們將來如何去執行 我們是很擔心的 因為是有輕重緩急 一定有一個優先順序嘛 不然的話 裡面有一個優先順序 怎麼做將來做評估 到時候搞不好 該幫的忙沒幫上 不必的就到處去撒錢 我們最怕的是這樣 那接下來我要問的主委 就說這個所謂的不安全部落 在上個禮拜就已經正式的宣布 六四個部落裡面有三十一個是安全的 三十三個部落是不安全的 那麼三十一個裡面還有十個 十個是還要在補強的 對 所以看起來大概有百分之七十啊 都需要重建 都需要重建 那麼這個所謂的不安全的狀態 的百分之七十 數據有沒有修改 還是就是這樣 目前是這樣 那個也是經過專家們 各種條件的分析下來的結果 那因為報告委員 從現在開始一直到十五號 我們會有這個專家學者 就是參與這一次勘驗的 還有 第二次的勘驗是不是 不是 那個就是去做說明 調查之後的勘驗 對 說明 就是跟部落面對面的說明 他們會把各種各樣的數據 跟航照各個方面 跟族人做說明 最好有原住民的專業的專家來參與 好不好 不要全都是政府的人 或者是所謂的專業 我們最怕的就是那個專業的傲慢 跟政府的那個政策的暴力 強加原住民 讓原住民一定要按照他們的這個評估 按照他們的標準 我們的標準可不一樣 所以您在思考的是 一定要有原住民的這個專業的人參與 現在很多大學都有原住民的教授嘛 相關工程的 這些都有 你應該廣邀 廣邀原住民的人員來參加 我現在比較在意的就是說 我看到你們的 對外的新聞說 這個是一個初步的報告 那麼這個初步的報告 如果遲遲沒有定論 我們的重建什麼時候才會開始 那所謂的初步報告 與主委的看法 應該是多久 才會進入實質的這個重建 這個初步的報告是 比較是指這個 客觀的科科學證據的報告了 那現在我們就是 實質已經要跟部落面對面來去談 我們認為那個族人的主觀的 這個情感跟意願還是非常重要 所以現在其實如果順利的話 我們希望在這個未來的 就是15天左右 就是10月15號以前 能夠得到一些共識 但是這些共識是這樣 可能每一個鄉跟部落的情況 都不太一樣 有一些部落大概問題不大 也就是說關於千春或者是移開 所以兩個禮拜夠嗎 你兩個禮拜會更倉促 就是至少 至少就是有一些會突破的 我們就開始下一個步驟 因為這個15天的時間 最主要是要做溝通 跟讓原住民的主體意願 能夠會呈現出來 所以我一定要再強調 我們在重建條例裡面的 第一條 開宗民意 就強調 關於在原住民地區的重建 一定要依據原住民主基本法的精神 一定要因醫 不是德意 是因醫 所以你要好好的再一次的研讀這個基本法 對 我們現在就依據這個精神 對 那我現在第二個要問你的 就是說 所謂的初步認定 不安全 不落 你認為最後會被強迫千春的基率有多少 你自己預算一下 預知一下大概會有多少 這比例會被強迫 還是你還不知道 我不敢 我不敢 OK 那根據你在921重建條 重建那個時候的經驗 所有的這個重建裡面 最難的就是千春 你知道嗎 沒錯 所以現在要強制原住民依據 強制條例20條的先知商 取得共識之後才能夠談到千住的事 目前的程序是這樣 對 但是報告員我其實我們很多的鄉長 我們在這段時間頻繁的接觸 事實上他們都有已經預想了一些可能千春的一些地方 有一些部分我們也已經請了這個 這個 那個 營建署 有一些對那些基座也開始做了一些調查 所以這個有一些是並行的 那我們會按照那個災區部落的這個情況 優先的去做 所以你們有充分的溝通 有有溝通 真的有關 不要像以前 躲在辦公室裡面來做政策 所以你一定要走出去 進去部落裡面 跟他們面對面 搏感情 搏亂一下 當然可能有一些困難 因為這樣的接觸 可能得以化解了 這個我知道你非常用心 但是你在921重建的時候你就知道 災區重建的最大的挑戰是 就是土地 房屋 跟這個貸款 產權不清這些問題 那麼現在你看 光是這個因為災禍移動的這個土地 你還要處理它的地基土 要處理它的建築基地的社會這些 哇這個這個 形成程序是曠日費時的主委 這個是最大的一個挑戰 所以現在有一個問題 你要注意就是說 因為這個時間 你們現在有個自行租屋的 有半年的租金補貼 自行購屋的 有五年的所謂的 還洗不還本的緩衝 或者是安置在這個國家的銀色裡面 但是主要注意 隨著時間過去 就是補助措施 會逐漸的逼近 到時候會變成災民的壓力 說哇時間到了 我們不得不 不得不被迫千春 會有這樣的一個狀況發生 所以你這個時間的處理要非常小心 不要陷入 不要陷入那個漢人社會的這個思維裡面 他們都設計好了 反正最後就是一定會強迫你千春 這個你一定要堅守 絕對不可以強迫千春 一定要充分的把這個程序走完 而且非常細膩的 非常人性的來走 不要以為你今天 我就是主委 我就是有這個行政性 我就要強迫你 不可以這樣 絕對不可以這樣 還有幾分鐘 還有一分鐘 那最後我想跟主委再提醒兩件事情 這是我剛剛在衛環委員會 也已經提出過 目前的原住民的失業率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這個了解過 剛剛 老衛環委的主委告訴我 說八 將近八了 七點九三了 這麼高的一個 一個失業率 不單是失業 而且就業困難重重 對這個災區的這個 這個祖民 這個災民 他們想回頭災區 非常的難 所以我做了兩個要求 希望你 有機會 能夠跟 那個 老委會 來設立一個平台 來處理這個事 第一個就是 本席建立 增訂 蘋果原住民 不對 不對 不是這樣子 我現在要求的就是 增列 具有原住民身份的災民 參加勞工保險 以及就業保險的 得於災後十二個月之內 應負擔的保險費 由政府編列 特別預算之音 那個衛福術有來嗎 有有 注意聽我講的這個話 那基本上 老委會請上 配合 請上配合 所以你們要做這個平台 跟他們談 因為現在這個 災後 一般的民眾是六個月的 我要求原住民的部分 因為這是我們原鄉 收倉最多 原住民 災民最多 所以我要求十二個月 他的保費 老保費跟那個 這個就業保險費 由政府編列預算來支應 第二個就是 關於 失業給付 延長到九個月 失業給付延長到九個月 這個是 因為現在 老委會有定一個 災禍重建的一些辦法 你們要注意去看 那個阿朗 去看看他們的辦法 我這裡要求的就是 要另立 一套比較寬鬆 或是比較優惠的標準 比如說 勞委會得依據 就業保險法 就業保險法 第十六條第二項 在這個地方來增定 八八風災 受災的原住民 於特別條例期間 原住民失業勞工的申請 申領失業給付 以最長九個月為原則 一般國民是六個月的 我要求延長到九個月 必要是得在延長 最長不得超過十二個月 那麼老委會這邊的態度 基本上是請向同意 所以你們這個評論要做起來 大家多跟他們聯繫 好不好 以上 謝謝委員 謝謝